1899年建石勒和菲勒集团所属的美式洋行 这是塔夫克艾克夫鲁 这个美国海津基督青年会就职 1866年1874年1912年 这个建筑目前还在用 是邮储银行的 之前写的车付 但它之前是邮政的旧址 邮储邮政局1925年建法国古典主义风格 所以1878年成为清政府在全国设立的五大邮政机构之一 大清邮政应该始于重庆 1887年设立的邮政邮政总局 大家注意什么前世 正在永远咱们的邮储的邮储 邮储的邮庭 这种变中华的邮储